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個禮拜我們講開那個鐵幕國家裏面的科學家 以你自己去看 其實科學家處於這種政治的環境裏面 他適不適宜發表這個個人的政治意見呢? 如果你說上個禮拜阿Lando的故事 你都會看到 稍微表現一下 他個人立場都會被人扔去西伯利亞 同樣我們未來會講的 薩克羅夫 很出名的一位蘇聯密尼學家也有這樣的遭遇 你會看到這件事就是這樣的 如果說在這些鐵幕國家 你在做科學那裏有多少個自由呢? 基本上他給你多少就有多少 就不是靠說你自己可以爭取 覺得自己應該有多少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國家那裏 蘇聯這些 他給你在科學上可能是做多些東西 資源上給你多些東西 但是他在你的個人立場言論上 他依然的制爪是很強的 那種黨委這些機構又怎麽會存在在他們的研究機構裏面呢? 一定有的 如果你說在共產國家的體制裏面 但是黨委不是太懂得物理學的 你跟他們說 相當國不知是什麽來的 他們認為黨委是全能除智的 不懂得打仗都可以做黨委 是不是? 就是這樣 你看他們就沒有說什麽叫做外行領導內行的 總之 握拳就領導你們 就是這樣說 這樣解釋而已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從另一個方向去想 如果我不從事實際的科技的應用 譬如我不去做原子彈 我不去做火箭 我純物理學 我純粹研究這個宇宙的起源 研究這個粒子的結構 理論上這些是沒有政治的? 可以是很政治 你意思是嗎? 不是 理論上這些東西是沒有政治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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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這樣說 曾幾何時 你很難 如果說在鐵幕國家 你很難去講這件事 那件事是不是涉及政治 可能你科學人說不出事 就是去到簡單的 用很簡單的例子 你去到文化大革命的時代 那個XY座標 那個XY座標為什麼要指右 不是指左邊也咬死了 是不是? 你們原本全部用了X軸向右就是正的話 這件事是政治不正確的 所以要轉過來 就是又會這樣搞這些事情 是不是? 然後就是說 很壞不壞? 萬一那個領導 那個皇帝 走去說了這件事 發表了一些意見 原來就是不小心說一兩句物理很外行的說了 但是他講完的話就變成真理的話 你試一下Bio來 違背了它就有些事情麻煩 其實就 還有我想最麻煩的介入就是 哪些研究能夠獲得資源 哪些不能夠獲得資源 決定了哪些東西可以多和少呢 就是一個有計劃的環境 受控制的環境之下出現 變成一些可以很自由地生長 突然爆出來的東西 能夠爆出來的機會就會少了 我只能這麼說 鐵幕國家 如果你看回蘇聯的經驗裡面 它一樣有很多很寶貴的發現 有些聰明人在這裡出了 甚至有幾個是物理學家 上個禮拜說的Lev Lando 是今天會說的 契倫阿夫 謝倫康就是比起Lando 更早去拿這個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蘇聯物理學家來的 是啊 但是這裡有個題外話 其實很多領導人對物理學很有興趣 因為馬克思主義其中一件很厲害的就是 它是網羅所有的知識 包括這個物理學知識 包括這個物理學知識 所以欣格斯是寫過《反道臨論》的 曾經有時候李政道和楊振玲訪問中國 北京的時候就見到毛主席 毛主席就問了他一個物理學的問題 他說這個世界只有這個矛盾和不平衡 才可以導致這個發展 那麼他就問李政道 如果平衡是這樣的時候 處於一個平衡狀態沒有發展 李政道當時做了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顯示 就是拿了一張紙 一張紙 放一支筆在中間 放一支筆在那裡 那支筆在那個紙裡面呢 如果他在用的話就一直有 朗來朗去 他說平衡不只有一種 除了靜太平衡還有動態平衡 所以你就看到主席也對毛主席很有興趣的 那麼李政道這個樓是很厲害的 他怎麼去 你政道本身火闆說他那些貶金 結果本身在這方面沿із 沒有看舌 有他的能力在這裡 那這我跟他談話 同樣的 剛才你說的那個問題是什麼? 平衡是會世界的發展 所有事物都有矛盾 為什麼我想了一段時間 我疾了 就是有一件事 其實台長不知你記不記得 很久之前我們做過一集節目 不是講科學的東西 但是大約也是講馬列主義的思想 尤其是那種叫做辯證 辯證法 辯證法 原來辯證法這件事曾經參與了這個 是合意相對論裡面的 MC2那類的討論 哇 很高瞳 那時候就是我們怎樣去理解 那些這樣的元素分裂了之後 會多了能量出來 好像無端端多了一些東西出來那樣 其實就是說 原來就算有個辯證法 都可以獲得到一些線索的 就是說 只要你能夠運用辯證法 來將這個的質量和能量 是看成為一個銅板在兩面 一個正反合的一個關係的時候 那這件事順理成章可以理解到 原來就是有質能互換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合理地解釋到那個 合意相對的結果 而不需要引入其他古怪的假設 那這件事我們幾年前有在某個節目講過的 我記得是哪個節目的 政治理論基礎科技 我們講馬列主義的時候 這件事有九年前我想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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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要看一看呢 就是政治理論基礎科技 現在是伏黑板 推出了 大家可以找回一個辯證法那一集 就是看回我和台長 慢慢的啦這些不用急的 你看回我和台長當時 就是頭髮比較黑和比較年輕一點的情況 是 我們今天講這個 我們正經講回這個契倫科夫 是啊 那這位仁兄有什麼巨大的物理學的貢獻呢 這樣說 如果看回契倫科夫這個蘇聯物理學家的生平 就是一條直線而已 就是我想都是在那個 堅聲不移 究竟考驗的偉大共產黨員 工人勞動冒犯這些人 不用這些蘇聯的術語 我們就看到他是一個 真是一個非常大重要創建的物理學家 而他有一個現象 叫契倫歐夫光 Sherrkopf radiation 他成為了一個 這個粒子物理探測 或者高能射線探測之中的一個 非常重要有效的探測工具 就是這個這樣的發現 令到他獲得了1958年的 諾貝爾物理學獎 其實這裡一定要介紹一下 就是契倫歐夫 他自己本身這個人 他的生平基本上就是 蘇聯的土生部長 然後他也在蘇聯擔任 一個物理學的教授 然後他綜合了一些 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期 一些很有趣的發現 給了一個很合理的解釋 而這件事就是他那個叫契倫歐夫光 那究竟這個叫契倫歐夫光 不是用他的命名之前 是由他發現的其實不是的 在契倫歐夫的時代以前 在契倫歐夫人的時代 當他們研究這些放射性的元素的時候 已經發現有一些很獨特的現象 他們會看到有一些的元素 是發出一些很奇異的 不能夠解釋的藍色的光 那種應該是契倫歐夫人有份看到 那種應該都是radium裡面 他會有一種他們不太明白 為什麼會出現的一種藍色的光 是說用肉眼都看得到的 不需要用儀器去看 那這種光的來源 你要合理地解釋它 大家想不到 因為你的光的顏色 本身是由它的能量本身去決定 就是如果你不能夠 由那個外外制度下 如果你用激光的原理 激光它本身出來的光是什麼顏色 是由它的電子弱纖 由多高跌到多低 放多少能量出來 決定它那個激光的顏色 如果你不能夠由這些原子層面 臨階的差異來解釋光的顏色 那基本上大家就停在這裏 不知道怎麼辦 那麼契倫歐夫他非常有智慧地 他企圖綜合了很多當時 就是排除了一些不對的解釋 以及找到一些不對的解釋 就找到這個現象 原來是同一個 在一個媒介裏面 可以出現到光速可以被超越的一些情況 就是用來解釋為什麼這個 Radium的元素有些奇異的藍光出現 那這裏大家要知道 光速一般的情況來說是不能被超越的 相對論一個很重要的假設 而且的而且說 在一個正正經經真空的場合的光 我們未看到任何東西可以快過真空場合的光 但是呢 如果說一些光不在真空場合 比如說在水裏面 或者在鑽石裏面 就是如果說那個媒介的折射率越高的時候 光在裏面走的速度就會越慢 就是這裏說光在這個水裏面 是走慢了三四成 然後光在這個玻璃裏面 可以再走慢多一點 在鑽石裏面走得更慢 慢到的地步有機會就是說 可能本身有一件物件 它動的速度呢 是比起那個瘦了的光走得更快 沒有東西能夠快得過真空之下的光 但是一個瘦了走得慢的光 就有機會有東西快過去了 兩個概念來的 就是絕對光速是不可能超越的 但是相對光速 你走得更快的就是這樣 是的 我用一個這樣的比喻 就是你在水裏面走 你一邊走的時候 泛起了一些蓮汽 當然你走得夠快 你可以追回你泛起出來的蓮汽 那你要真的走得很快 比如說快艇那些就做得到 結果你看到V字樣 就這樣劏開那條Shot Wave 是不是 如果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游泳 或者行路可以在水上面跑得更快 你自己產生出來的水波 那如果我講的不是水 就是講一些更加結束縮的東西 於是如這個波動在那個煤界 就是延延得更加慢些的時候 那你就有機會可以你自己 走進的速度快 過你泛起出來的那個波動的速度 這件事不是真空,是一個比較密度的煤界是有可能發生的 契倫拉夫他就掌握到這件事了 他就知道如果有一些高能量射線 那個射線粒子本身的速度基本上是接近光速的 接近真空裡面的光速 但是當這個高能量射線進入了煤界 他自己還未被減速 但是他自己發出來的光已經被到處的煤界減速 於是你自己的速度 就是那個高能量的速度 就有機會超越了他自己牽引出來的那個波動的速度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V字形 好像在水面上快艇那些V字形的那樣的衝擊波 而那個衝擊波就能夠幫我們解釋到那個 Radium這個元素那種奇異的藍色光的來源 那為了紀念他給他這個功勞 大家就把這種這樣的現象 命名為契雲多輔光的現象 但是為什麼這個發現這麼重要呢 那這個又要講它的用途在哪裡 那這個又要講那個粒子物理的那個探測 就是說如果你知道那個宇宙射線射下來 有些高能量的東西射下來 你想知道它是哪一個的方向而來 和哪裏有信號有東西射下來呢 那首先那樣東西要能夠成功給到那個信號出來 所以大家就會想 如果那個射線能夠和我那個媒介裡面的物質有相互作用 從而令到這個物質被大力地加速到發出契雲多輔光呢 我如果能夠找到這樣的合理機制呢 就代表著我能夠設計到一種探測宇宙外來射線的一個儀器 那麼這個手段呢 就在這個中微子的探測啊 那些大行其道的 就是只要你希望能夠探測到一些高能量的射線 而且那個射線能夠幫你牽引到契雲奧夫光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契雲奧夫光的現象 知道有沒有這一種的射線射了進來 甚至乎我們可以決定到這種射線本身的方向是來自哪裏 大家用那個快艇在水面行的比喻 你由那個衝擊波出來V字形的形狀 你可以判斷本身的船是在哪個方向下 所以我們在周圍擺很多這樣的探測器 去探測那種契雲奧夫光的存在 時不時不時不時 突然之間有個射線射下來牽引到 撞了下去那個探測煤界在那裏 令到那個探測煤界裡面有些東西被加速 然後產生到契雲奧夫光出來 就在周圍的視頻機那裏應到 然後由那個光碰到哪部相機先 碰到哪部相機後 我就可以判斷那個波動是怎樣發展出來 那個契雲奧夫光的衝擊波是怎樣發展 從而去判斷那個射線入射的方向 所以這個手段是幫助到我們去設計一個可行的 高能量粒子的探測器 所以這個契雲奧夫他在這個解釋 這個奇異的雷元素的射線的時候 就比出來這個這樣的理論 其實是一個很簡潔的理論 然後就幫我們去設計到一個新的探測器 在這個基礎物理學裡面的貢獻非常之大 所以他在那個五六十年代 就已經有他的成就 就拿到這個諾貝爾獎這樣 其實去到他晚年的時候他做過什麼呢 反而我自己也不是太清楚 但是他是去到1990年才死的 而且是在那個1984年 應該都沒有正式進入波爾巴勤夫時代 他都還拿到那個勞動無犯的勳章 1958年是拿到這個諾貝爾的迷路學獎的 正如剛才你所說的 他是親眼臨死前目睹這個蘇聯的解體 那這位仁兄有沒有經歷過政治的打壓 那這個呢 反過來我暫時就沒有什麼 看到他這方面的故事 就是當然啦 有物理學家會發多些勞騷 就是又是科學家 沒有就是物理學家 有些就可能比較少他的文字記錄 那一點都不奇怪 那契雲柯夫似乎在他那個人生歷程裡面 就比較少一個的政治的參與 那他基本上就是 在這個體制裡面呢 就穩步上揚 就是講的是 其實他在40年代拿到博士學位 那在50年代初就已經 就成為這個教授 然後在他做了正式教授 就很快就有他的學術成就 然後當然他後來就因為他的學術成就 就繼續讓他領導很多的研究小組 那很多就是牽涉到這些高能粒子物理的研究 就是有他的身影在這裡 那他曾經在1984年呢 就獲得了這個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獎狀 他也是蘇共的黨員來的 所以都沒什麼事了 沒有的 那其實很多都是 你相信你都要入黨的啦 就是有些可能純粹為了方便又有 為了真心相信也會有 那其實就很普遍的 其實就是當時蘇聯來的 那Anyway我們如果看回他這個科學物理的貢獻 是相當偉大的 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好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